围观大楼伤亡惨重也引发了大型机具该核实进场的话题 谈论市长赖清德今天指出现行法规规定 只要救难人员在救灾现场相关的大型机具就不能作业 虽然是比较安全但可能延误到救人机会 建议消防法规应该参考这次的经验做些改编 围观大楼拦腰折断 重机具大钢崖成了搜救队移开钢筋水泥的重要工具 灾后第八天救援工作进入尾声 相关单位开始检讨救灾作业缺失 在消防救灾的工作当中有一些他们的规定 好比说我们在建筑的建筑体内 如果有收救大队在里面在救援 所有机器都不能用 固然对安全的保障比较好 但是可能也延误了其他带救人的机会 救援工作和时间赛跑 每一秒过去宝贵生命可能就此消逝 但倒塌大楼大量钢筋混泥土 如果没有重型机具帮忙 根本没办法移开 只不过现行法令为保护人身安全 只要搜救队员进入灾区 大机具就得停止作业 因为现在所有的国际搜救 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搜救的观念 可能就是说一开始 就是说用人工进去搜救 用我们自己拥有的器具去破坏 但是我在不影响安全的状况下 我的大型机具可不可以在旁边做个邪速 这样子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跟那个 所有的搜救单位 还有包括消防署还有重要单位 我们会再来做一个讨论 强救受困者分秒必争 但救难人员安全也不能忽略 怎么拿捏重型机具进场时机 实在也是两难 玉丹TV猜比如李宗宪 探探报导